今天就做了街斬啦 有些街坊就走過來問我 一地兩檢 你怎麼看呀 我就說 不是呀 現在社會這樣很大爭拗 有些人就反對 有些人贊成 他就問反對什麼呀 沒有呀 我就跟他說 現在香港的地方 可能會行使 某一個地方要行使中國的法律 才行得通呀 街坊就跟我說 喂喂 增強增強 你如果我今天去大陸 我要是要去那個搭高鐵的話 那我本身都去大陸的啦 我本身都要遵守這個中國的法例的啦 那為什麼我不可以 預先去了 check in 了 去了登記了 跟著順便一地兩檢埋 跟著就直接去大陸 都是要遵守這個法律的 真金不怕紅爐火 如果你是犯法的話 哪裏都會犯法啦 是不是呀 那他就跟我說 不是呀 因為香港就行基本法 中國就行內地法 那他就說 不是呀 那些立法會 究竟他是在做什麼的 立法會議員是否應該 幫手立那些法例 是幫市民謀福祉呢 在那些變民接民的方向上想 等於你在家裡 脫了一件衣服一樣 沒有人管得到你的 但如果你出街脫了衣服的話 那自然引警察去抓你啦 是不是呀 這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他就說 既然是這樣 那如果我真的要回大陸 那我經乘高鐵的話 那我自己身上沒有任何的武器呀 又身無事呀 我想不怕呢 是不是呀 所以 他又說得有幾有道理呀 那麼多人 然後就行 吧 props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